我們知道罹難者的數字不斷的往上攤升 那我們冰櫃的部分現在暫時都還夠 那我們也有寫請相關的殯葬業者 還有請一些醫院來做相關的資源跟協助 我們希望能夠來支援我們前線在搶救的這些人員 那如果真的遇到不幸的部分 我們要妥善的來把它做相關的安置 那在事故原因的部分 我們初步在內部做這個調查 那主要就是我們委外邊坡的施工廠商東新營造 目前了解是工地主任李主任 有駕駛工程車巡視工地停放在公務所前 那進入公務所後 疑似這個煞車未警任造成留意 那詳細的原因 目前岳安會也以會同鐵道局在調查中